看着愣在原地的赤木 三井大声地提醒道 快点回防啊赤木 现在轮到我们防守了 赤木这才回过神来 阿木感叹道 湘北的顶梁柱 从不曾这样被压制过 看来这次湘北 恐怕真的是无力回天啊 看着陷入迷茫中的哥哥 秦子突然感到非常的害怕 哥哥他一直以来 辛辛苦苦换来的一切 也许会在这场比赛中 全部化为乌有 这时 三分线外的和田接球 直接一记三分出手 这一手操作再次让赤木震惊 湘北的替补席也是不敢相信 中锋竟然能够投三分球 和田这时也意识到这球进不了 没有丝毫犹豫地冲向内线 呆愣在原地的赤木 这才反应过来要抢篮板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刚刚转身就看到和田已经高高跃起 轻轻一碰就将球补进篮筐 双方比分来到36比56 湘北落后20分 山王的一只脚已经成功迈入胜利的大门 但山王并没有沉浸在庆祝之中 而是立刻回防 泽北大喊道 干得好啊和田 两人互相机长庆祝 而蹲坐在地上的唐本教练也缓缓起身 重新坐到了椅子上 对于唐本教练来说 领先20分的山王 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赢下这场比赛了 而德川教练也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森仲宽 胜负已定 比赛结束了 不论是观众还是场内的记者 还是其他球队的球员 甚至包括同属神奈川的海南队 每一个在体育馆内看比赛的人 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湘北已经输了 他们没有获胜的希望了 这场比赛 湘北不会再掀起一丝波兰了 已经走到体育馆门口的森仲宽两人 正好遇到一位刚刚赶到的高大巨人 他一边抱怨着 一边和森仲宽擦肩而过 真是见鬼了 但愿比赛还没有打完吧 森仲宽回头看了看此人 好奇地说道 原来比我高的人不只是小和田一人啊 德川教练大骂道 你看他的脸 又不是高中生 真是笨蛋 场外的木木拼命地大喊 进一球先进一球再说 刚刚接到球的工程 想要寻找突破机会 但身经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防守距离 这样做 可以有效地防止工程利用速度突破 这时身经对工程嘲讽道 就算是放你投篮也没有关系 这瞬间让工程不爽了 直接寒怒出手 身经都懒得起跳风盖 果然这球没有打进篮筐 也便迅速跳起将球给抢了下来 这时才子担心地想到 难道他们已经发现工程的弱点了吗 知道他跳投的命中率非常的低 天才二人组被对方给气炸了 岂有此理 山王的替补席注意到了三井的情况 他的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三井此刻被累得气喘吁吁了 看着场上的局面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